電動 光能、變動、輕燃料電池 車廠各出其謀找新動力來源 Nano Procell AG 就想到新方法 以電解水代替常用燃料,注入車內提供能源 在去年的日內瓦車展 Nano Procell AG 就推出首部車型Quant II 內床兩個各有250毫升的儲存缸 只要分別注入正腹極的電解液 便可經系統產生電力 好處是零排放無污染 加上補充電解液的時間和入油雙差無幾 不用像一般電動車一樣要用幾小時充電 還有它的行程極高 具稱能夠接近1000公里 比電動車可靠得多 此外,它們的性能亦非常強勁 便以獲准在歐洲公路行駛的Quant II為例 四輪各自用一個馬達做驅動 一共擁有近900匹馬力 0至100公里加速 2.8秒便能夠完成 絕對是超級數 超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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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級數